大家早晨好 你知道我是怎么醒来的吗 这车摇的 外边的狂风刮起来的 这风吹的只能让车都在摇 所有的东西都在晃 这个风啊 现在是早晨八点钟我就已经起来了 因为我担心那个帐篷会不会被刮走 就一直在中间就是这样子 感觉好像快被车崩溃了 砖头定上压的砖头拉起来了 这要怎么办 我要出去吗 我一个人肯定收不了呀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洗脸吧 脸洗了 我看茶油夹着打开了 我们先洗脸 这下好了 刚才达安出去收这个帐篷 开始下雨了 这就是狂风加大雨 看一下我们的帐篷应该没事吧 对 那这到一拍摇 满脸的刹子 看来今天暂时只能藏在车里了 听下雨吧 风好像刚刚停下 哎 鞋里什么东西 天呐 鞋里还有石头 迷路口掉进来的 什么迷路 不见了 我就跟他出去收帐篷 不然的话 风刚好停一下下 过一会儿这个风又起来了 我们要先把这个杆子拆了 这绳子先不能解开 万一等会儿风又来 这就很尴尬 先把棍子拆了吧 哎 这个怎么 哎 这怎么卡着拿不出来了 天呐 卡边形了 对 我先把这个拆了先 我先把这箱子拆了 还要先把这箱子拆了 我们下来 你先把这箱子拆了 这个箱子拆了 太箱子拆了 我先使用 我先把这箱子拆了 好 好嘞 有太子 好了我们基本收拾差不多了 把这桌椅擦一擦 看上面这些灰不是灰是沙子 沙子 加上雨水 垃圾刚好 这边有个来头 现在风好像稍微小点了 这个景区看来是不能进的 就这天气这么大的风 刮着 幸亏用了一个防风的麦克风 不然大家现在可能听不清楚 我说话了都 看着迷了我先溜一下吧 溜一下今天找个避风的地方 这地方风实在是太大了 这我们四个车围起来 能保证中间的帐篷 无损 那真也是挡了大部分的风了 机号安全带准备出发 那天会儿就要开始准备睡觉的 是不是 是不是要准备睡觉 眼睛开始迷离了已经 我们现在扛着雨 顶着风 准备出发 让他们先走吧 我跟最后的 原本是要进沙子里边去玩一下 你看这雨下子 它这明沙有个特点 就是你下雨天沙子湿的时候 这沙子是不响的 所以这没办法 这景地我们要放弃 我天这就是简直就是风雨交加呀 而且车还被吹了摇晃晃 打算先去吃个午饭 现在是早上10点钟 在新疆大家现在是吃早餐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 可能飙远 所以我们当午饭吃 其实这片草原很美 如果天气好的话真的很美 可惜风太大了 我终于知道这个 上面的箭头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恶劣天气金城游 我们到了这个吃饭的这个地方 就是昨天吃饭的地方 然后现在下去登记 吃完饭再出发 要不然太冷了 冷嗖嗖啊 新疆人不管去哪都得登记 雨还挺大 风也不小 车停在这边吃个午饭 有点热量 然后再出发 今天吧 羽绒服都穿着 不光羽绒服 套了个后容衣 穿那件羽绒服 我都觉得冷 来 先进来了 吃羊汤 还是这碗汤 等我今天放的辣椒 还顺便放点白胡椒进 倒点醋 这里边的肉 全是肉 蒜都找不到 我们出来吃饱饭之后 完全不冷了 还是得需要食物啊 舒适的 舒适的呀 上车 哎呦 你在车上睡觉来着 我们进来的时候走的是县道 那边路就是比较平 全是小车走的 然后出去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国道 然后就坑坑瓦瓦瓦 还敢下雨 出去就有点难度 全是卡车 对我们现在在这个深山里边 而且四处都是他方的碎片 下着大雨 刚才我们路过一个禁区 然后那个禁区就来踏坑的那石头旁边呢 直接就走了 太危险了 中间我们要休息一下 刚从那个山沃沃里边出来 一路狂奔 到这边还有点下雨 我只要错过这个就风巨大 从山的那边到了山的这边 又开始 往魔鬼城方向走 因为这个山的就我现在右手边 他一直在下雨 左手边他就不下 就隔这么一个山 很奇怪 而且这边又是个大平原 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还是这样子路好好走 今年二次就升到 继续行驶二十五公里 能看到远处就在下雨 然后还有不下雨 还有琴的地方 天啊这地方简直太高了 一路下坑油门不用踩 拖着等就行 又回到了汉密这个检查口 刚刚通过检查 我们都是在这边进汉密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把李坤不让我进 是不是 混 现在风停了 雨也停了 在戈壁滩 在戈壁滩的中间 黄斑 终于来到了捡石头的地方了 这地方就是可以四处寻找石头了 慌了什么都没有 这周围 但是晚上的心情 是什么东西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